在亚马逊卖货已经越来越难了 在将来也只会是越来越难 大家好,我是Richard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有哪些原因导致亚马逊卖货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是在2017年开始做亚马逊的 开始在亚马逊上卖货 我期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挫折 需要克服很多的一些内容 才能说 我今天都想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亚马逊卖货越来越难了 第一个原因就是太多的亚马逊卖家加入亚马逊的战场 加入这个卖货的一个战场 而且不单单是只是普通的亚马逊卖家 是那些想着一夜暴富的那些人加入这个战场 然后他们因为跨境电商亚马逊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 从深圳火到全国在全世界的人 都想做亚马逊都想分一杯羹对吧 甚至在我老家那种小县城 18县的小县城 你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跨境电商 有人在谈论亚马逊 所以说非常的夸张 而且这些想开始做的人 想一夜想走捷径的人 他们也不懂亚马逊 他们都不知道说步骤 这其中的步骤要怎么去做 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说 拿他当地的生产的产品 然后他拿到当地的产品去亚马逊买 或者说他亲戚工厂里有什么产品 拿亲戚工厂里的产品去买 或者说他直接去 我认识谁做亚马逊 我直接去他的办公室里 我直接去抄他的产品 所以说就导致了各种不懂的人 加入亚马逊的一个战场 然后他们把各种的一个产品 都放到亚马逊上去卖 然后他们又不懂运营 不懂各种的操作的步骤 什么都不懂 最后卖不太出去 卖不太出去他们怎么办 所以说他们就降价 他们就疯狂降价 最后导致价格战 所以说各种 这种想着一夜暴富的这种卖家 加入的一个类目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最后影响最多的人是谁呢 影响最多的人就是我们的亚马逊卖家 我们这些已经在类目里面 卖的一个亚马逊卖家 想着走捷径的这些卖家 加入亚马逊的一个战场 接着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亚马逊卖家 他都不会告诉你说 他是在亚马逊上卖什么产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亚马逊上有太多无厘头的规则 非常影响亚马逊卖家 非常影响我们在上面卖货 就是说亚马逊现在已经大到一定程度 因为亚马逊这个公司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公司 他的姐夫也是全世界要么第一夫 要么第二夫的人 亚马逊就已经大到一个程度 他里面的部门是非常复杂的 他有好几个部门 而且这几个部门之间 他是相互根本都没有联系的 没有关联的 就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 卖家服务的一个部门 卖家服务就是专门帮你回答问题 帮卖家回答问题的这些部门 还有就是制定亚马逊规则的部门 还有一个部门就是说亚马逊的一个机器人 所以说这三个部门都是互相不连通的 你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不能 而且你有时候你不能跟他打电话 不能跟他及时聊天 你只能跟他发邮件 你发邮件之后 他还有去审查你这个问题 还有等几天以后 等几天以后 他才会回来 告诉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怎么样才会帮你解决问题 这中间拖的这些时间 这些部门而且也不连通 也不能说 马上这个部门就能检查到 这个亚马逊机器人检测错了这个产品 马上帮你修复 他们都不能马上 所以说你要等很长时间 等他们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制定亚马逊规则这个部门 它制定了很多在亚马逊里面 不清不楚的规则 临摹两可的一个规则 所以说亚马逊机器人 就是利用这些规则 去扫描你的产品链接里的关键词 扫描你产品链接里的各种内容 如果扫到触发了它这个审核 然后你的listing 你的产品链接就自动被下架了 然后你被下架了 你也只能去联系那个客户服务的一个部门 要等到好几天后才能说帮你恢复你的产品 恢复你的产品链接 然后这时候这中间的好几天能影响你的多少的一个销量 能影响你的你少卖多少的货 他们亚马逊也是 这不关我们的事对吧 亚马逊当然不会去赔偿你这些销量 就最近这几天 这些亚马逊的无厘一头的规则也影响到我了 影响到我个人的一个店铺 就是我最近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我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卖了好几年都丝毫没有问题 但是最近他突然就把我产品下架了 然后告诉我说他要一个产品的合规性审核 合规性审核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后来我要去去查 然后我提交了各种的一个资料 提交了我产品的包装 提交了各种审核 然后我提交完之后 他等了好几天之后才把我的产品链接重新给他上架 然后这在这几天里面我损失的这些销量 我这个产品一直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我在这几天里面损失的销量 同时我在这几天里面因为产品被下架 我损失这些排名 这些我去跟谁去算对吧 我没有地方去算 所以说现在到现在到我这个阶段 很多情况下亚马逊就算下架我这个产品 下架我的产品链接 我都没有大惊小怪 我不再大惊小怪 因为首先我知道我能把它重新恢复 第二个就是说 真的你没有办法 因为亚马逊各种繁杂的稀奇古怪的一些规定 你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规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打击到你 第三个原因就是亚马逊上的黑科技的一个卖家 玩黑科技的卖家 就是说亚马逊已经清除了非常多的玩黑科技的卖家 我相信你在新闻上你也看到很多玩黑科技都被封电 都被关电 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但是他们亚马逊清楚的只是那些手法比较简单 手法比较低级的那些黑科技卖家 那些钉子户 那些有关系的 和亚马逊有关系的 那些非常后台非常强大的黑科技卖家 还是存在在亚马逊里 我相信你有这种经历 那种你上新品的时候 你在你这个类目里面的产品 你突然看到一个产品 这是这件事情在上一年 还有在19年非常盛行 现在还是有 就是说你在你类目里面突然有一个产品 就是说你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刚出现 你就发现他第二天 他就有50个好评 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他们就有三四百个评论 三四百个好评 然后他们而且他们你有那么多 你的评论数增加的那么快 你的评论数全是五星的 你怎么可能 他肯定就是能减轻而易举的 抢夺你的一个市场 抢夺你在这个类目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而且他们这种人都 很多情况下他是不选品的 他们选品的步骤就是去 去每一个类目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 他们就去卖这个产品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这些评论能马上的起来 马上的去竞争 这个现象在之前的2019年2020年 还是很普遍的 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还是存在的 你可以看到那些评论里面 他的聚集很快的这些评论 都是不相关的产品 都不是说是同一个产品 他可能你卖的是一个家居用品 他可能这个评论里面是一本书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不相关的产品 因为他拿别人的产品链接 去合并在一起 他可能你会看到你的一些产品 你的一些产品你已经不卖了 然后这个产品已经清仓了 已经不卖了 就这个listing 你的产品链接放在那边 可能过个几天 可能有人就会把你的照片全部改了 把你的品牌也改了 把你的文案也改了 然后合并去他自己的一个产品链接里 黑科技卖家是会持续性的存在的 虽然说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被打击了 都已经被封电了 但是他们那些钉子户 那些最强的关系户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 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我们没什么办法 对吧 我们只能对付他们 只能说去避开他们 然后习惯他们 对付他们 虽然我刚才抱怨了那么多 关于亚马逊FBA的一个缺点 一个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确实问我的话 我还是觉得亚马逊FBA 是目前来说互联网创业最好的生意 生意模式之一 它的一个轻资产的一个创业模式 就想调节一下 以免说抱怨太多 第四个原因是 目前亚马逊卖货的一个现状 现状什么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目前亚马逊 有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它的一个发货数量 限制你的发货数量 你只能发多少数量 多少数量 虽然说这个发货 限制发货数量 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在从上一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现在 虽然说它的发货数量 已经有扩大 已经有放缓 你可以发更多的货 但是对于一个 比较成熟的亚马逊买家来说 对于一个比较 你的货 你的量起来之后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还是会非常烦 非常打扰你 它能限制你发多少货 发多少货 还有除了限制发货数量 还有国内的一个停电事件 停电事件导致供应 供应链的一个不稳定 还有之前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关于国内的一个 拉闸限电的一个 对我们亚马逊跨境电商的影响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说最近 因为各种原因 物流费用的一个大涨 然后还有原材料的一个大涨 还有汇率的一个下降 这些都是导致说 目前亚马逊的现状 不是很好的一个原因 然后也是说亚马逊 为什么越来越难做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想开始做亚马逊 但是你对亚马逊还是一头雾水 特别是现在情况越来越难 那个情况下 你不知道其中的一些困难 一些坑的话 我还是非常建议说 你报一个课程 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 亚马逊FBA绝经者的一个课程 一步一步的教你 实操教你去做亚马逊FBA 然后不管说你是一个完全的小白 还是说你已经有接触亚马逊了 你已经开始做亚马逊了 都根据你不同的一个 进来这个课程之后 根据你不同的一个情形 然后你再去发展 再去调整 所有我在亚马逊里面 经历过的问题 困难 历程 全部包含在这个课程里面 还有我个人的一个私人辅导 你可以有一个导师 一个人去咨询你在亚马逊 在售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还有帮你过程中的选品 帮你检查产品 然后如何在亚马逊里面打广告 如何充排名 这些一系列的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私人辅导 不是说三个月的私人辅导 六个月的私人辅导 是持续性的私人辅导 直到说你达到一个 你亚马逊的一个目标为止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启发 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